2023年Budget让SME又惊又喜的三大宣布 第一个惊喜是SVDP志愿申报再一次回到来了 你可以从2023年6月1号到2024年5月31号之间做出申报 完全不用给罚款哦 那这相对上一次2018年的SVDP来说 这一次来的更有吸引力 因此SME需把握好这次的机会哦 也许很多SME会认为做了SVDP之后会让IRB秋后算账 但是根据上次的经验政府没有秋后算账哦 那SME应该寻找有幸运的Tax Agent来协助你检查税务承包 第二个惊喜就是政府会提供200亿的SJPP贷款 以及至少通过30个政府单位提供100项奖业和金贴哦 而第三个惊吓就是即将实施资本盈利税 这让大家都大吃一惊哦 因为新加坡从未实施这项措施 这可能会让外资止步于迟 也会影响国内的那种并购的交易 同时会让达马企业措施进一步壮大的机会哦 这种并购的那种并购的那种并购